好的 谢谢建章 谁是国民党2016的接班人呢 最有希望的大概就是新北市长朱立伦 跟行政院长江仪化这对老同学了 两位明日之心今天上午同台亮相 互动很自然 看不出来有余亮情节 不过呢 传球江仪化奉命要劝朱立伦竞选连任吗 朱立伦笑了笑 只说大家一起加油 新北市政府 赞 平凡无奇的赞赞赞 却因为是江仪化陪着朱立伦一起喊 我敢多了这些 谢谢 他刚刚还特别喊那个新北市加油 其他现实都没 有啦 这个结合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谢谢 朱立伦尴尬笑了几声就怕被误解 老同学江仪化是来施压 要他连任 两人巡视水利功臣 平平护摇耳朵 展现好交情 但就算江仪化没有基于接班大位 国民党内明星人物 外界总是很多比较 跟他有余亮情节 不会啦 我跟他只有打篮球的时候 他球技比我好 真的 你有什么时候打篮球 我以前就是篮球的好朋友 从四万多人变成只有三千人左右 会受到淹水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人口密集的都会区来讲 这真是功德无量 我要再度的感谢朱市长团队非常有效力 老同学好交情 政院力推赞金区朱立伦当然也是挺到底 赞金区是一定要做的 也是我们面对现阶段经济挑战 全球化自由化的必然的一个趋势 想更上层楼 不只PK 政策 执行力 朱立伦将一化 高EQ 交手过招 接班态势你没信息他没把握 现阶段做人和做事一样重要 记者唐一辰 张清俊 台北报道